如果海浪很大我就說 兒子啊 海浪很大 如果出港就要注意運轉 拜樓上都要跟他講好 我就跟你說 他說媽媽不會注意 于姓船長和弟弟 兩個兄弟落海失去蹤跡 家屬心急如焚 于媽媽不斷的念經 期盼有好消息傳來 巴豆子漁船 漁富88號捕蟹船 5號出海捕魚 但卻船出 6號上午在東引東北方外海 86海里處失火 當時船上 于姓船長和弟弟 和9名印尼籍的漁工 跳海逃生 其中9名外籍船員 被兩艘貨輪順利救起 而于姓兄弟則是下落不明 今天凌晨做完口供 是說他們兩兄弟 是一個有穿救生圈 一個有穿救生圈 有一個大的保利樓 結果海巡的船 昨天有派5條出去了 有一條就是送這9個印尼籍的外勞回來 漁富888號船齡大約5年 是CT4的漁船 專門捕撈螃蟹 一個月前才花200多萬元整修翻新 但現在船出漁船失火 讓家屬很納悶 他算中補的啦 不過說真的 他前兩個月才又翻修電線什麼的 又花兩三百萬 才翻修過的 平常都是去哪裡補 大部分都是在澎交也附近 兩位漁姓漁工親兄弟的家屬 非常擔憂兩名 未被收救 未被解救的這兩名漁工的安危 現在我們要呼籲政府 除了台灣的海巡隊 盡力來搶救之外 因為近平潭的沿岸也能通報給所有附近海上船隻 甚至通報給大陸的相關的海巡單位 能夠來幫忙解救這兩位台灣籍的漁工 獲救的9名印尼籍船員 經過海巡隊接駁 平安抵達基隆海巡隊 而包括馬祖海巡隊及基隆海巡隊 出動了一艦試艇 在出示海域持續的搜救 警察該船為巴斗子機 前天下午2點鐘由附近漁港出港 船上有11名的船員 昨天下午因不明原因失火 由附近的巴拿馬籍和馬少爾籍的霍倫 救起了9名印尼籍船員 並向國收中心通報 被救起的9名船員 由本隊的133艇接駁反台安置 目前現場有北極隊的連江艦 本隊 馬祖隊和淡水海巡隊的100噸級巡盲艇 全力搜救中 家屬說 魚姓兄弟從16歲就開始捕魚 桃海超過30年經驗豐富 而其中弟弟是單親爸爸 留下了3名未成年子女 家屬心急如焚 希望政府幫忙 讓兄弟倆平安回家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